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就是这个Anitext 这个工具的作用就是原来生成文本 大家看这些图片上面都有文字 效果都是挺不错的 其他的这个AI绘画工具呢 绘图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想要在图片上面加文字的话 那么效果往往是不太好的 这个工具的文字的支持是非常的好的 这个也是这个工具的一个特点 优势 这个工具呢 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然后呢需要8G显存 这个大家看看自己的配置够不够 这个下面是一些示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图案 我们来看看怎么去使用 我们这边给大家的呢还是一个压缩包 你解压下来之后呢打开镜头用 进来然后这边有个运行程序 然后我们送进来启动 我们稍等一下 好现在就打开了可以使用了 这边第一个说明 这边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参数也是 保持默认 不需要动 这边呢写题是词 下面呢是文字的两种生殖方式 这个我们待会去分别看 然后我们先来找个例子 就用这个吧 黑板切 写着深度学习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生殖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手绘 第二种是图框 这个我们待会分别说 下面这个的话就是说文字的这种位置排序 我们待会给大家试一演示就知道了 我们就是先来运行一下 先不去修改 它这边这个黑框呢就是代表就是 你这个文字 然后要放在什么地方 待会出来的图呢应该是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这是出来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图片 跟我们这边写的提示词呢 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任何问题 效果也挺不错的 然后呢我们来画一下 把它取消掉 我们说这个黑框呢就是文字的出现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描绘一下 这边描一下 这边描一下 好我们把文字给它变成素排的 然后来运行 这边呢因为我们就两个框 所以我们写两个字 这个 好好学习 点点向上 然后来运行 这边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是吧 好好学习 天天上上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框 它的一个用处 我们再来重新来一下 下面我们重新找一个 用这个吧 这是123456 有六句话 我们看上面的分别是六句话 应该是123456 我们来看看结果 好这边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跟我们这边描绘的位置完全一致的 而且这个整体来说 这个图片 拿着去直接用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意证 就这个 然后我们来使用这种拖框的方式 所谓的拖框呢就是我们来选择这个位置 好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描 那这个框可以自己由拖动大小位置 它来生成相应的文字 就这样一个东西 好 就大概这样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用它这句话 来运行 好这是我们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位置 是在我们上面这个框这个位置上 因为我们只有一句话 所以下面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文字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来 对它就有一个修改 我们来再来两个 把它改成四个字 然后随便打一个 好这样我们改成今天下雪 四个字 分别用四个引号 把它隔开 这样就代表四段话 这样的话我们也给了它四个位置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这边的结果是吧 今天下雪跟我们这边的文字呢 是一样的 当然它这个字是不是写错了 这个 另是吧 这个小问题 这是这个拖框的这个作用 这个随机的话 其实就不用说了 随机就是我们它没有位置啊 由程序自己来生成 生成到哪上哪 所以这个就不去给大家演示了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种生成模式 文字编辑 这个文字编辑呢 就是我们需要一张原图 来找一下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衣服 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下修改 这个描掉 这个描掉 总共是两个区域 然后用来写文字 然后呢我们这边 给它改一下 这件精美的衣服 上面有文字 简单一些 大学 好这样 我们来运行 这样的话它会对两个区域进行替换 这边的图片大家看到了是吧 总的来说呢效果是非常棒的 文字就是我们描绘的地方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工具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生活当中呢其实也是比较实用的 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用到这个工具 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应该是挺好用的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大家拜拜